你好,欢迎收看8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有感0403大地震为花莲带来重大创伤 横滨华侨总会特别拜会花莲县政府 并且捐赠了百万多元的日币 要援助花莲的赈灾重建 由副县长严新章来代表接受 也致正感谢,这样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花莲县政府副县长严新章 首先感谢华侨为台湾做出的贡献良多 理想背景到异地打拼了精神力的佩服 也谢谢横滨华侨总会给花莲县最大的后盾力量支撑 最后正新的步伐持续进行 政府将全力投入资源 尽快帮助住户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横滨华侨总会长需要跟表示 非常关心花莲0403灾情 也对花莲人的坚韧和勇气感到相当的佩服 期望透过这次捐款进一份绵薄之力 传递并且提供花莲的关心知识以及协助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也为花莲民众加油打气 双方会中针对0403地震重建进行交流 物谈当中 副县长严新章也不忘搭理行销 花莲好山好水美景以及在地的美食 并承自邀请横滨华侨总会访团回到日本之后 能够再次带领更多日本友人来花莲观光旅游 横滨华侨总会位于横滨中华街关帝庙旁边 设计住在日本神奈川县的华侨华人社区组织 它的起源追溯到江湖时代末期 随着横滨港的开通 来自中华东南海沿岸地区的华侨 以及西方人一起成立的华人会馆 作为防务登记的谈判机构 最近仍持续支持中华民国的民间外交 记者集合一 欢迎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